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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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简单了 虽然了 他如果很简单夫妻两个 如果意见不同 对不对啊 那你摆昏食的时候他不吃呀 素食的人不吃呀 对啊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同样是一个饭店里面 可以做婚食可以做素食的呀 弄几桌素食弄几桌婚食 又搞不清楚的了 问题就是很不要哦 老公不要素食 老婆就要素食 就是两公婆未来的事情 吵到天翻地乱 很简单啊 我说 找个饭店里边 嗯 你有多少做素食 多少做婚食 分开们就好了嘛 一起吃们好了 问题是 先生不要啊 先生讲 全部我要煮婚的 先生不要是吧 那你就 那你就 你看看老婆自己的观点啦 对不对啊 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做两场咯 一场 叫她做婚食 一场做素食咯 哦这样啊 那是办法啦 怎么比吵架好啊 这样就 叫她听录音就好了咯 对啊 你跟她说 比方说老公说 我要全部婚食 好那婚食弄个十桌 那么老婆再做一次 做素食弄个十桌 那么本来是二十桌的 那么一人分十桌不就得了吗 哦 很像啊 这样我就要听录音了哈 不要给他们吵架 看他们为了结婚的事情吵架哪里好 啊 对啊 台长才有一个问题问 有一个师兄 昨天放生 放生回来就梦到 放香 放生念经 就看见南京菩萨跟他一起念 然后就其他菩萨也跟着一起念 是什么意思 南京菩萨跟他一起念 好啊 他请早安吗 请提安跟菩萨请他 对啊 对啊 然后是什么意思 南京菩萨可能一起念经 他梦见 南京菩萨给他加持 谁给他一起念经 就是谁在给他加持 哦 其他菩萨也是一起念也是加持 对啊 这菩萨都给他加持了 嗯 哦 ok 还有一个问题 台长 我们在家里上香 然后我们可以像佛堂一样的礼节上了 我们只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我们可以供请南京菩萨和其他菩萨吗 可以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 都是一样 请安也是一样啦 因为我们没有供奉这些菩萨 我们只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哎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我们用的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所有人到我们道场来的都是观世音菩萨请来的 客人 你都可以请 只是说你必须把观世音菩萨放在首位 听得懂吗 哦 就是我只想在家里上香啊 可以供请南京菩萨 太世菩萨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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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可以 哦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师兄放生回来梦见 啊 买新衣服 是什么意思 买新衣服吗 好了 笑业障了呀 嗯 笑业障了 啊 还有一个是放生回来 顺面条 是什么意思 圆寿了呀 哦 圆寿了 啊 还有一个师兄 他们就说他放生回来 啊 玩上梦见 有一条蛇在他先生身上点来点去点到 然后没有咬他飞上去窗口 手头飞上出去 什么意思 没听懂 有一个师兄放生回来 晚上梦到 有一条蛇捡在他身上 哎呦 哎呦 然后最后没有咬他直接飞上去窗口出去 是什么意思 啊那他已经已经被被那个困扰了 已经被被那个麻烦了 那么但是呢 有麻烦 有麻烦 但是最后还是被他解决了呀 嗯 最后解决了 啊 很麻烦 然后第二个梦就 啊 就像放生回来 梦见到孩子是理发 那是没有看到孩子理发 他就给钱老板 啊 原来老板是他的老朋友 是什么意思 啊 这个很简单了 帮他笑业障 他的朋友帮他备业了 嗯 朋友帮他备业了啦 啊 那好啦 少海人跟他提问到这边给别人问啦 好 谢谢 你要照顾身体啊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喂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你好 师傅你好 请讲 请讲 喂 请讲 喂 喂 喂 听得见吗 喂 师傅你好 啊 请讲啊 你说话我都听见 喂 听得见吗 喂 听得见吗 喂 师傅你好 我听到啊 你听不到 你听不到我声音啊 你听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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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好 啊 啊 感恩师傅啊 这是下 给师傅请安 啊 讲吧 师傅你好 我现在在师傅观音堂啊 嗯 嗯 我是24号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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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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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呃 后来那个学院呢 也就不好 后来我就修 2015年2月份的时候 我就修了心灵法门 嗯 嗯 后来那个学院呢 才不正常了 嗯 嗯 身体啊非常健康 菩萨保佑 真的菩萨保佑 非常感恩师傅啊 师傅啊 师傅我梦到你不知道多少次都不知道 我在梦里经常会问你 师傅啊 我为什么经常会梦到你呢 我给你什么缘分呢 呵呵呵呵 你经常梦到师傅嘛 就是缘分很深啊 对吧 所以你才会 你是得到师傅的加持的呀 这肯定的呀 嗯 师傅你不知道连我梦你多少次 我都自己数不清了 啊 于是梦里你 你 法会开好你走到我的身边 你对我倒塞上去啊 我问你 那叫塞呢 路呢很抬 路呢可以走五六个人很快的 你带我倒塞上去 我问你师傅啊 我给你什么缘分呢 我经常会梦到你 你说呢 你第一次梦到不是我 是李斯珍菩萨 我说师傅啊 李斯珍菩萨长了什么样呢 我梦到不是很多呀 他说你慢慢想吧 那我说我给你什么缘分 你写了几个字 二十多个字 你给了我 嗯 我开的时候呢 知道我等一下把它记下来 后来走上去 你给我 你说了 你给 后来梦到的是师傅的 走到塞脚下 就梦醒来了 这是 我上一次六月份 五月三十号 我坐了八十天回去啊 回去了十个晚上 十个晚上你来梦里加持了三次 真的发现成了 我是八月十八号 十五生日过后回去嘛 你就来我梦里了 我就 你走到我的身边 我问你 师傅啊 我是从哪里来 你说你是从天上来 我给你两个人 头抬起来开天上 天上呢 有一个做很大的用 观世音菩萨出来了 那 后来呢 观世音菩萨开着我们两位 就走过去 后来又用力又出来 两身佛 开着我们又过去了 后来一针一针佛 后面我都不认识的 这第一个晚上梦到的 这是八月二十号晚上 我是八月十八号到了家里 这个晚上 我又梦到师傅 我穿了一件衣服 东方的好多师兄 有一滴水 没有水喝 我呢 用自己的口袋把它拿下来 去摇那个水 师傅你来了 你说哎呀 你这件衣服不要穿了 快点拿一件新的衣服来给我穿 也继续做了这个梦 我觉得这个梦境很把 穿衣服就是给你加持啊 这还不懂啊 对啊 看见菩萨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看到 让你看到你的过去啊 你看看你现在在人间的话 你说明了你就是说在人间 还有一点点福气 但是你要是这辈子 再不好好学佛的话 你就上不去了 完了结束了 对啊 我学佛快要四年 四年拜多快要五年了 我每天早上二十五啊 我们那边人都知道 我每天早上都在家里 都是四点不到度起床 你已经做功课的 那我还在外面红阀 去卸成书法 很好啊 你就所以 所以你这个是跟自己 跟自己的 跟自己的这个缘分啊 概念都有关系 你这个说明你根基很好啊 对啊 我梦到关系音菩萨也好多次 梦到那个李师生菩萨 你说的是李师生菩萨 等到李师生菩萨在外空中啊 李师生 他本来就是天上的一个大神仙啊 一个大仙人 对啊 后来又下来 那个波宫也下来了 哎呦 帮你看病了 你跟你说 你刚刚你在人间得了这种病 不是好病啊 所以菩萨都在帮你啊 听得懂啊 是的 我也做出了很多师傅 我真的对不起你以前啊 没学过之前 做海鲜生意嘛 吃活的 真的醉严深重 所以这个 萧叫你很多福报的啊 你听得懂吗 嗯 我现在也许悦 东山清秀 许悦也是修成 已经好几年了 对啊 我要一个人生活嘛 对啊 干净多好啊 嗯 那我在来十五指 观音堂也来了七次了 哦 我什么都不求师傅 我只有这样事情 一个 就我们 我的师傅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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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家的东西也地度不流利 也 没有什么好流利的了 啊 人家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你是天上来的 你自己要懂啊 天上比人家好啊 天上 那肯定了 对啊 我也不知道天上 我是做出了什么下来的 你啊 你也是情啊 情为情所困下来的呀 我情所 对啊 我怀情债 所以你回来还了两次情债呀 到人家 怀了好多次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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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婚姻很 很不好婚姻 对啊 你想看天上的人跟人间的人怎么会婚姻好了 想一想你就知道 有些人天上下来的 人家的人娶不起的呀 明白了吗 对啊 反正我的婚姻很差的 总是也没有妈妈 12岁妈妈就往生 我妈妈就往生了 自己30岁 就是让你知道啊 在人间不可得呀 菩萨 你一生出来就给你暗示啊 听得懂啊 就是这样 现在 现在人家 至于一个女人嘛 我都无所谓 我这半年一年都不给女人打电话 我也慢慢放下呀 学会放下 所以 我就跟师父弘法 好好修 好好修 因为 你就等于 生没出家 新出家了呀 嗯 对啊 我说我自己 现在有人 有人招我做尼姑 我马上出家做尼姑去的 是真的了 那自己继续头发呀 有什么其他 都跟 修也好多年了 不过你要 你要这样的话嘛 可以多度点人 嗯 你献众生像 献这个在家居士像嘛 就可以多度些人的呀 听得懂吗 嗯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这个 你现在是居士嘛 所以度人比较方便一点 明白吗 嗯 好吗 师父你太累了 你要保证升级啊 好的好的 我希望师父 嗯 我到一百二十岁 可以 你这样子有缘重生 真的 我被我们周围的小朋友 气得要气死 哈哈哈 嗯 比你孩子好的人多 其实我们海外弟子都很爱你的 对啊 对啊 我知道 很想你的 对啊对 我该关心不是说 不是妈妈 弟子什么都不需要 我就去去看师父 我一天吃两灯 吃一灯都没关系 我剩下的钱去开法会 哎呀 乖一点啊 乖一点啊 菩萨保佑你的啊 嗯 菩萨已经保佑我了 师父也经常来家族 师父你不知道在家族 我多少次了 啊 缘分 缘分 这是很深的缘分 有一次 去年吉隆坡法会还没有开 你你还没有静下来 你就到我梦里来说 嗯 你吉隆坡的飞机票好买来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给他们 给他们都笑死了 后来一个 冰击冻冒的 又通吃下来了呀 哎呀 有一次嘛 你坐在凳池上 你说 你跟了师父开法会 来他去区票 师父给你买 我掉了去 早上就找个 后来个早上 我说师父你等着吃东西 啊 乖一点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啊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等到哪一天你 像平时睡觉 哪一天你醒过来之后 你已经在天上了 对不对啊 可能哪一天跟师父在天上见面 多开心 对啊 我说了师父走到哪里 我也跟到哪里 啊 师父以后上天我也跟上去 对啊对啊 你这么修一定成功的 好吗 我说了现在 现在不是妈妈叫我走 我都愿意走 成就有什么好流利的 对啊对啊 但是要救人 救人鸿法 现在我们那边说 那不过哪里走的 你要救人了 要救这些人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会鸿法嘛 我那从立法故事 我也到宁波呀 那边奉花呀 那个我们那边 都是要度取鸿法的 对啊 叫他们 叫他们好好的 爱过来明尊记守法 对啊 然后好好在家 在家里念经 对啊 剩下的时间 我们就 在家里念经 对啊好 我们那边师兄 他们也很喜欢 救我去出福台 我也 这次回去 只值了两个月嘛 马上来了嘛 去结论坡 带了好几个师兄 我们来开法会 对啊对啊 嗯 真的很发现 哎呦 我说我们刚刚才 九关心无想 让我师父电话打通 真的是打通 乖一点啊 好 所以我一直都没打过电话 哦 你今年给我开过图等等 哦 你说我给乃京菩萨月房很深 对啊 我说怪不得 我看到乃京菩萨都会笑的 啊 他会笑的 哈哈哈 真的 那些菩萨真的还自卑 他很自卑的啊 他过去啊 他过去啊 他过去他手一伸 人家病就好了 嗯 很厉害的 我的病肯定是不是救的 肯定的肯定的 肯定的肯定的 所以我要保福恩了 嗯 来着感恩你师父啊 你要保重啊 好 你好好休息啊 好谢谢 都早点睡觉 好 不要太累了啊 好的 我们爱你啊 谢谢 谢谢 师父 师父你好 我是你的弟子 我很想念你 哦 关一点啊 哦好的 师父你讲讲我的毛病 感恩你 来那么就好好修心了 什么都不要想了 好吧 啊 每一天每一天 能够抓紧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整天的不开心啊 要面子啊 这种这种人 就是在浪费生命啊 听得懂吗 还有想不通 就在浪费生命啊 嗯 你说的话 人间就不知几十年的功夫 眼睛一眨就没了 为什么还要想不通啊 想不通就是在浪费生命 这还不懂啊 嗯 对不对啊 对 好吧 好好努力 你就是不要患得患失啊 哎呀得到了开心了 失去了又难受了 这种都是人间的 你跟刚刚那个老妈妈 好好一起学学 她很想得开的 她的根基很好的 好吗 嗯 是的 我们一起啊 啊 好的 谢谢师父 好的啊 再见 师父对不起 对不起 乖一点啊 对不起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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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然后为了节省这个住宿费 他们就会住在呃就是交换生的家庭里面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样对我们学佛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吗 这样这这种计划我们可呃就是去参与这种计划是否呃是否呃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你首先看你孩子有没有个性 有没有个性 你如果你的孩子根本是随波逐流的你就不要让他去 因为这种孩子到了海外去如果他没有人管着 对不对啊 嗯 或者学坏了怎么办呢 你学坏三天啊 学好三年啊 对对 我也是担心 而且你不知道住在谁家里的 住在人家家里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家里的主人 那么整天他又不要做坏事 他整天看那种下流的东西你的孩子就会受到污染了 对我就是担心这个 这个不是假的 这个不是假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我跟你说了 一个一个孩子学坏了一辈子会命就没了 所以为什么你人家寻愿把小孩子过去讲 为了让这孩子能够一事修成 从小把他送到庙里去 就这个道理啊 至少不接触坏的东西啊 对对我们还是给他保持一个清静的环境比较好 环境很重要的 莲花池里的孩子不能到外面去受到污染的 嗯 好的感恩师傅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好第二个问题 就是师傅之前开始 姐姐就念十万遍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那这个十万遍就是 呃 是要另外念的对吗 就是不包括在我们平时 平时的那种泛泛化解冤结词 可以的 都可以 算在一起也可以 算在一起的算在一起的话 那你就是平时就化解不了冤结了呀 哦 这样 就只是针对老年痴呆了 对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你现在手中有一千块钱 你你补补补墙要五百块 啊你这个这个买东西要五百块 那你你把那个把这个补墙的钱不能放在买东西里面的呀 对不对呀 你要分开的呀 明白 那就是说我们许愿十万遍解决咒 呃另外念 然后平时的我们还是可以泛泛的念解决咒的对吗 当然了 你这个 其实讲给你听 一个是防老储蓄金呀 一个就是现在要用的呀 哦 这样 好的 你知道 你知道为他们防止老年时代症为什么要解决咒 我告诉你 经常的忧郁啊 经常的想不开啊 经常的想不通啊 就是老年时代呀 嗯 所以你要解决咒 你把这些愿解全解掉了 你不就不生老年时代了 嗯 明白了 嗯 那我们如果是年轻的同修 可不可以许愿十万遍解决咒之后 呃就是慢慢的念 比如说每天针对这个老年时代念个二十多遍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嗯 可以啊 不不不不少吧 不会很少吧 要不要念到四十九遍这样 呃解决咒啊 姐姐都这么快的 啊 随随便便捏一百零八遍都没关系的 多多一散的 嗯 嘴巴里平时跑出去做什么事情 走路啊 坐火车啊 或者开车啊 什么都可以念的呀 嗯 好的 嗯 然后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师父之前说礼佛自存的礼佛大房子可以给别人用 就是家人这些 那呃我们如果给家人用的话是否家人会替我们备业呢 会的 会的会一点的 哈哈哈哈 啊 呃就是不是说如果我们业当中的话那家人会替我们备业 那是业 YES YES 哈哈哈 那你们刚你们刚刚认识到这问题啊 所以礼佛大战鬼门的话最好不要送来送去啊 不行的呀 啊 对啊 你看过去有人帮我念礼佛结果我帮他背的厉害呢 哈哈哈 啊 啊 是啊 啊 嗯 听得懂吗 那就是 就尽量还是 特别是孩子的话 小的尽量还是不要给他用了 啊 应该我们的业障应该比他们重吧 对啊 有的小孩子本来蛮好的 被爸爸妈妈念礼佛念的 这孩子慢慢开始忧郁了 你看他们了 嗯 这样 那不管我们念什么经文 他们 呃 就说如果我们业障比他们重 他们都会背业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 不会 哦不会 只是礼佛 只是礼佛 还有还有一个是礼佛 只是应该是礼佛吧 其他的都可以 OK 嗯 好明白 呃感恩师傅开始 呃 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观音堂做义工的时候 如果有些义工就是呃 不大听劝 呃 如果我们是不想浪费东西啊 或者呃不想对佛有不好的影响 我们告诉他 有些做法是不如理不如法的 但是他还要坚持这样做呃 如果讲的话他又会不高兴 或者别人去做不让他做他也会不高兴 在这种情况下 请师傅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劝导他 因为不想算了 先不要去理他 嗯 就理他干嘛 他负能量 你让他去好了 他自己也让自己背啊 你等到你等到他想通一点 你再跟他讲啊 你这个时间上就是你们太顾忌这个顾忌那个了 那所以你自己修不好的呀 对不对了 对不起师傅 所以所有的人们毛病都在这里啊 总是哎呦 活在人家的眼睛里 活在人家的嘴巴里 那你还活得了啦 嗯 对师傅说对 啊 好啦 嗯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应该怎么样做 比较如以卢法 我们就去做 他如果不高兴的话 我们就先不要去跟他讲 对啊 扔在一边了 谁不高兴谁扔在一边上 没办法的 对不对啊 就是怕断 就是怕断了他的会命 你说会不了 有会命他总归不会断 没会命你怕了也会断 嗯 听不懂啊 我这句话你还听不懂啊 听懂了 有会命的人会想通自己 没会命的人 你想拉他都拉不住的 嗯 好了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骂我几句吧 你们没脑子呀 还要想讲什么了 你有脑子的 嗯 没有 记性们不好 脑子脑子怎么搞不清楚 一会儿开心一会儿闹 嗯 也不就这个毛病啊 对不对啊 一会儿闹 好像境界很高了 哎呦 我在天上 我什么都看穿了 哎 我也不需要婚姻 我什么都不要 哎呀我很干净 一会儿闹 什么都要在乎 不就你啊 是啊是啊 师傅说的对 哈哈哈 我错了我修的不好 师傅提师傅 我会好好修的 啊 师傅我们现在在外面弘法 呃 请师傅加持我们 多度有缘中生 好的好的 乖一点啊 感恩 嗯感恩师傅 好 再见再见 喂 你好 你好 呃 是否回答第一个问题 请在第一个问题 把你的嘴巴稍微靠近一点话筒 口齿清楚一点 哦 对不起 现在呢 可以好一点了 嗯 嗯 嗯 观世音菩萨那个摩合萨的称呼 除了观世音菩萨之外 就是心灵法门别的菩萨后面需要说吗 不要了吧 嗯 哦不用是吧 好的 嗯 如果我们就是上心香的话是指给观世音菩萨上 还是说心灵法门的六尊菩萨都要上呢 可以啊 你都可以的 都可以上的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呃 如果说我们许愿仪式修成或者清修 那就必须要一门精进吧 那肯定的啦 傻姑娘啦 啊 对对 好的好的 好吧 明白了啊 那如果是有同修许愿了六百张小房子 然后在念的过程中又梦见了妖精者 那他需不需要再许愿在六百之外再许愿 一波 要的呀 哦 好的 嗯 你要你要你要记住了 摩河沙呢实际上就是皈依的意思呀 嗯 对不对呀 听得懂啊 就是说就是说摩河沙 这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啊 就是这个这个大愿啊 啊我有愿力啊 我跟着菩萨啊就是这样 皈依菩萨一样的 嗯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 嗯那如果就是在给弟子看秃瞳的时候 如果我们抱上莲花号码和抱上呃出生年份生肖的话 哪个师傅看得更快呢 你说什么 哈哈哈 对不起呃就是说您在给弟子看秃瞳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你莲花在天上的话 你当然了 你如果抱抱莲花号码的话 也看到很快的呀 都很快的 那个嘛 那个嘛稍微慢一点 莲花嘛快一点 但是问题你天上没有莲花的话就看不见了呀 哦 所以很多人有聪明的人们就是 他抱一个这个号码嘛 身体也看见了 如果莲花没有他知道自己莲花不在了呀 嗯 哦 啊 那师傅觉得自己没有翻什么大错 然后知道自己莲花应该还在的话 让师傅看图腾抱上这个弟子真号 是不是更好一些 应该是啊 往上看总是好啊 有时候看图腾的话嘛 你比方说你看你天上的号码的话 你当然了也是 你看图腾就是要有个图腾的呀 你你就是抱莲花号码 你也也得也给我一个图腾号 就看什么数什么的呀 嗯 哦哦哦 哦 只不过这个莲花号码可以取代你一个出生年月呀 对不对啊 哦好的 好的师傅 明白了感恩您 嗯 就最近好多就是关于那个十万变解结咒的问题 如果有人就是有慢性病 有或者某种就是疾病 已经很久了 然后或者一难杂症 是不是也就是比较适合许愿十万变解结咒 完全完全可以 哦 你要是十万变解结咒的话 你念下去之后 你想想看你不生老年痴呆 你说是不是属于正常了 对 你思维正常行为就正常 行为正常的语言就正常 那你这个人不就是属于正常循环吗 你这个人不就是属于身体就是去正常循环 你就不容易生怪病啊 哦 其实老年痴呆症过去讲就叫怪病呀 哦 哎 在古时候老年痴呆治不好的呀 就是一种疑难杂症呀 嗯 你说一个好好的人 老年痴呆 肌又肌不住 讲也讲不住 像一个傻瓜一样的 你说说看 这不就是一个怪病啊 对对 哎好嘞 那是不是可以说 其实除了这个老年痴呆 也能预防很多其他方面的疾病 全部都能预防的呀 你就是慢性肾病 腰子不好的话 你跟人家解冤的 你不停的念解节奏的话 你化解你一切冤结啊 嗯嗯 你化解你一切冤结的话 化吉祥了 没听到啊 一切冤结化吉祥啊 吉祥的话 你是不是身体也会好了 对对 好了 就是就是化的跟人间的一些恶缘 还有包括跟灵性 对 全化了 全化了 好的 那对于 呃就是目前说没有生病啊 就是没有生病人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许啊 我问你啊 有病治病 无病防病不懂啊 啊对 是的 是的 那那求的时候是求南京 呃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对吗 呃都可以 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都可以 南京菩萨治病的 观世音菩萨是保佑的 嗯嗯 好的好的 那如果许愿了这十万遍的话 每天最多可以多少遍 因为您之前开始 随便 随便 哦 哈哈哈哈 现在知道知道什么叫随便吗 随便就随你几遍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呃之前有一个开示就是说 呃化解一件恶缘的话 每间姐姐做不能超过七十八遍 但是这喜愿十万遍的话就没有关系 没关系的呀 姐姐做没问题的呀 哦 嗯 你看着他你就可以 他在跟你讲话你去心里就可以念了呀 哦 好的好的 好的 好 感恩师傅 呃那个下一个问题 呃开翘 开翘 和开智慧有什么区别吗 翘呢 是什么呢 翘是身体上一个部位呀 嗯 去翘呀 人家说去翘生烟听不懂啊 翘是他身体上的一个部位 明白了吗 嗯 但是呢 但是呢你刚刚说开智慧 智慧它是一种灵感呢 嗯 听得懂吗 嗯 啊 翘是什么意思呢 人家说翘门 翘就是大脑里边储存的意识 一种意识储存的地方 哦 我现在你讲 你你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啊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这个这个这个人家一个器官 对不对啊 嗯 一个器官啊 比方说相通的啊 比方说有啊这个穴位了 对不对啊 穴位或者人体的向外的一些一些脏开口的一些器官 嗯 就叫翘 你比方说鼻孔 眼睛 耳朵 都是对外的 它就是翘 嗯 听得懂吗 所以七孔流血 人家说七翘流血啊 就这个道理啊 嗯 那么就是就是让你看得见的东西叫翘 那么你说你你开窍了 就是你的眼睛啊 看得清楚了 耳朵听得清楚了 那么就开窍了 所以这叫 为什么叫聪明啊 耳聪目明 耳朵聪眼睛明 叫耳聪目明 那么就开窍 那么智慧不一样了 智慧那是里边的 那是内心的一种理解啊 对事件的事物啊 哦 哦 哦 对不起 之前有一个同修啊 他打电话 您跟他说过两次 您说他就是他学习 他觉得很吃力 您说他不开窍 然后呢 开窍就是脑筋不管用啊 就是脑筋不管用 那么就是眼睛不管用 耳朵不管用 所以很多人上课的时候 坐在下面看听老师上课 耳朵听不进去的呀 哦 听得懂不了 哦 好的 如果如何祈求菩萨 让自己开窍呢 尤其这个对于学生来说 是很重要的 很简单啊 第一要用心啊 用心就开窍了呀 你一个人做什么事情 不用心你能开窍吗 你窍全部关注了 嗯 你明白吗 这是一个 第二根本就是说 你做什么事情 我准备做 那就是人家说 因为窍的 七窍啊 这个面部有七个孔 嗯 眼睛有二 耳朵有二 鼻孔有二 一个嘴 所以 嗯 这个就加起来正好七个孔 嗯 听得懂吗 那么你如果五脏 五脏有病的话 那么你的七窍就 就不好了 哦 啊 如果说人家说一个人 脑子经常处于混沌阶段 就是经常想不通的人 那么叫七窍必塞 这个人呢就不开窍 所以那么脑子坏掉的人 被人家打了还不卖账 还不逃 对不对啊 一般人被人家打了就逃了呀 对对 你打呀 你打呀 你看看很多人在家里不觉得老公打老婆 老公已经这么打他了 他还有 你打呀你打呀 送上去给他打 哈哈哈 那就所以七窍不开的呀 打了吗赶快逃了呀 哈哈哈 对对对明白 那 但这种不开窍的话 他属于肝脏 就是说这五脏哪个有问题呀 就是脏腑呀 肝脏啊 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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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脏啊 啊这个肺脏啊 他都有问题了呀 这说明他在里边的内分泌失调呀 一般过去说人家不开窍的人 就是内分泌失调呀 内分泌失调嘛就是 这就是排便嘛不好了 肝脏嘛不好了 血压不好了 糖尿病不好了 那么这种东西都影响你的耳朵了 嗯 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 明白了 好感恩师傅 那一个就是那如果比如说尤其是学生啊 如果觉得自己不开窍 那可不可以比如许愿一万变心筋 或者许愿多少变心筋 求否则让自己开窍呢 当然可以了 其实开窍的话就是一个 用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自己能够理解 理解你自己的 所鼻子通过鼻子 接触到的东西 耳朵听到的东西 眼睛东西 你怎么样来正确的理解就开窍了 哦 啊 你怎么叫正确理解 比方说人家在骂你 你不经 你说这个人骂我 跟不当他回事的 那你就叫开窍了 你把他在他骂你 你就一直颓废 一直难受 吓得来不敢去上课 那你不就叫不开窍吗 哦 对 他这个还属于正思维 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 对啊 对啊 你去理他干嘛了 神经病多得很的 到处都是神经病 尤其是末法时期 不屑佛的人很容易神经病 你看看家里天天有 现在的家里的家暴是天天有的 对好多好多 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好的 那个当时那个同学问的时候 你给他看图图说 你说我给你加持一下就能开窍 但这样会动你因果 然后想的就是说你加持一个人开窍的话 其实本身他的窍不开也是被业障所致是吧 对啊塞住了呀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鼻子塞了我帮你加持一下 你的鼻子通了呀 就这样的呀 你比方说你耳朵本来听的都是不开心的事情 我帮你耳朵一讲 讲了几句你开心的事情 让你想通了 我不是帮你开窍了 哦 明白 明白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呗 不让师傅呗 感恩师傅帮我开窍 哦 我不是帮你现在开窍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那个师兄有一个他梦境的分享 请师傅听一下 是在一个大城市人山人海的人在排队 目的是申请设立心理法门的佛台 这些将近百分之九十人都在申请 剩下百分之十已经有佛台了 只有极少数的 只有极少数的人 那个他是信服别的宗教和别的法门的 真的是家家户户观世音 然后由于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做梦啊 做梦啊 对对对对 然后师傅您出现了 然后安慰大家说就是上午八点到十二点 给帮助大家设佛台 这个时候师傅就开始上香恭请菩萨 用意念和菩萨沟通说 现在设佛台的人太多了 请菩萨非常多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助众生 很快观世音菩萨就穿着白色的纱裙 缓缓地飘落在大家的头顶三四尺 英尺高的地方 然后观世音菩萨伸出右手 对着新设的佛台洒下大量的金光 还有注入很多能量 由于新设的佛台很多 观世音菩萨又升了一些高度 继续用右手洒下更多的金光和更大的能量 非常洒喜非常殊胜 然后师傅在梦中也非常的开心洒喜 是啊 其实洒下来是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嗯 曼陀罗花呀 金光的曼陀罗花有金光的呀 产生 哦 好的 那这个师傅就说 其实也是未来 未来的一些预示 对啊 哎呦 非常感恩菩萨 感恩师傅 心灵法门爱国爱民 然后真的是利益了很多这个全世界的人 对啊 多好啊 心灵法门没有一个法门 那个能够跑上来这么这么说 爱国爱民尊纪守法的呀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啊 这一个人修行能避养全家 对啊 社会团结 整个社会也整 提高国家的能够 对啊 你说每个人如果 每个人如果精神上 境界都没有这种忧郁啊 开开心心啊 你说哪会有什么烦恼啊 对不对啊 对对啊 之前我听您分享过一次就是 澳洲政府也非常感恩您 就是因为大家念经自己治病 很多人就不用去医院报销了 所以给国家也省了一大笔医院 哦 几乎都不去上 就不去到医院了 都不到都不到医院去 对对对对 非常感恩 现在很多病都是肉体病 都是业障病 灵性病 好好念经真的是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对啊 对啊 也是很多麻烦事 非常好事情 对对 所以非常感恩菩萨这身遇到心灵法门 真的是三生有幸 感恩师父 嗯 好吧 还有一个问题 嗯 嗯 师父稍等 然后 嗯 对不起 师父还是等 嗯 那个社佛台的时候 如果有菩萨来 就是所有的菩萨就一定加持大家 对吗 百分之一百的 哦 好的 那如果说我们设心灵法门的佛台 会不会有别的菩萨也来呢 是除了龙天护法 比如基章王菩萨呀 阿弥陀佛他们是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有可能 都会来的 他们都叫做住员呀 叫住员 哦 哦 好的 好的感恩感恩师父 然后那个社佛台的时候 就法会的时候 菩萨会撒甘露撒曼陀罗花 那边社佛台的时候菩萨会撒 会撒曼陀罗花 那要看你这个环境好不好 哦 哦 这个有这个有很多护法生管理的呀 因为有些地方气场不好啊 什么傻啊 你告诉我 哦 就是跟他那个家里边的环境 对啊 对啊 还有他自己本人设佛台的人 本人主人的业障有关系啊 哦 有很多因素 哦 那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 嗯 那个有一次在观音堂呃 呃 职班的时候有人 他就来一个佛友 他要念别的法门的大经大经文 然后呢 呃 就是我是劝阻对方就先就是不要念 走后来他有生气了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 然后他就生气他就走了 那我们就走了 我们就走了 这么小气 你到哪个地方就要尊重哪个地方 你到哪个国家是不是要尊重哪个国家的法律了 对对 这这么简单了 你到我们观音堂来 你当然尊重我们了 是 你跑到人家国家来来说你说乱来 对不对啊 那当然不对的了 啊 对对 好的 就那明白了 好感恩师父 那个您稍等有一个事情 把您说一句话对不起 分析的安师您好 啊 你辛苦了 啊 师父啊 我我这几天头总是 头痛呢 我好像那个 你上次开试的时候好像说那个头里面的那个储存量不够 脑脑脑精体储存量脑细胞储存量不够 所以你的记性就不好 是啊 记性不好 脑脑脑就是脑的储存量用到偏用到不正当的地方去了呀 不该想的乱想该想的记不住 听得懂 要砸整啊 砸整啊 好好念经啊 念心经 把砸念去除 就像你这个脑子就像个电脑一样的呀 你要把电脑里的不好的东西砸 砸起砸发的那种垃圾要清除 你才能储存好的好的那些那些资料呀 哦 好了 哦 感恩师傅 嗯 好了 好好努力吧 嗯 好 再见再见 嗯 再见 嗯 师傅再见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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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感恩师傅 你好 你好 好师傅能听见吗 能听见 能听见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嗯 嗯 就是说今天 同学生上有个狐狸 然后今天 后发山给我托梦 就是说那个狐狸觉得那个小房子给扫了 然后师傅和我已经悲夜了 嗯 昨天晚上去找我了 然后今天早上去找师傅了 就是我也 那我体会到了 师傅您做手为了 师傅您为中生本意 您 法门的付出 您太伟大了 师傅 只会找你 不会找我的 他不敢找我 他只敢找你 所以你比较伟大 我一点都不伟大 不不不不 我今天的儿子起来我都不能动了 师傅 就等着就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被什么东西绑起来了 是的 哎呀 晚上护马神就告诉我 后来 后来我跟那个同学说 我的同学就给狐狸就追加到108张小房子 然后他就 对他追加到108张 然后 然后后来他又给师傅 最佳模范了 然后他又给师傅起愿108张小房子 他感恩师傅 师傅 嗯 感恩您 感恩您和菩萨对我的信任 我会好好努力的 师傅 现在我回家呢 我我一天 我就给我自己设定目标 练七到八张左右的小房子 我好好消夜好好练经 师傅 嗯 您法身就是说过我 我有潜力的人 但是还没被激活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师傅 嗯 我一定要超多六道 师傅我之前那时候 就是原来给您打电话吧 就是嗯 您在批评我的时候 我是接受 但是我还是自己智慧不到 理解不了 现在呢 我就通过两个月的这个自修 我发现师傅 你要说我话 我可开心了 我就希望您在大会上 嗯多多说我 就是嗯 把我批评的一无是处 我觉得这真的才是 才是最好的一个 嗯 怎么说 你什么 你你什么都有的话 我为什么把你说的一无是处啊 就是你有毛病啊 听得懂不了 嗯 我讲什么 谁有毛病啊 没毛病 一个医生的话 给人家看病 你没毛病 医生说你有毛病啊 对对 嗯 我就愿意让师傅说 我感恩师傅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嗯 您前前一段时间告诉我 一定要我超做六道 我今生 嗯 我一定尊人的 您的法子 我好好努力好好修 我要在人间多做功德 你这种人不开智慧不知道 你不开智慧不知道 嗯 我知道 知道 整天不开智慧 你看看你现在这种讲话那种样子 就像那么灵性附在人家身上讲的一样 哈哈哈 你脑子脑子没有的 哎呀我 你要救救我了啊 我的灵性 嗯 嗯 行 嗯 感恩师傅 师傅会好好努力的 你放心吧 嗯 嗯 嗯 谢谢您师傅 嗯 然后您加持我啊 师傅 我要在人间多做功德 师傅您加持我 嗯 然后我很想去墨尔本 然后您这边 加持一下我这个签证 容易办不下来 因为我是单身 嗯 然后感恩您感恩您 昨天您给我开五千便解证 我这边念着呢 谢谢您师傅 感恩您 嗯 谢谢您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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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 你好 呃 喂 你好 嗯 你好 想吧 师傅听得见 听得见 请讲 嗯 弟子跟师傅请安 师傅我想帮同学问一点问题 然后他们自己的业障 他们自己背 嗯 就是先请师傅解一个梦 有一个佛友 他早上五点多梦到他去工商银行存钱 然后背的是经常出去红发的一个红色双肩包 然后梦中是存的是十五万多 到了柜台前面呢 他往里面放钱 然后他包里的钱是源源不断的有 他就不停的拿 然后每一达是一万 也有一些是零钱 他意念中最后是存了一百五十八万多 他想请师傅解梦 因为他现在的企业有些困难 不知道与他现在企业有关吗 肯定的 嗯 肯定的 企业嘛就是跟你说了 起不来就麻烦了 嗯 取不来就麻烦了 嗯 明白吗 哦 明白就他投资了很多 可能最后会有点 会拿不 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啊 哦 让他注意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还有一个就是 呃 有一个童修 呃 他是十月份做梦 然后梦到他有两三个人要砍他老公 然后那几个人的脸他没看见 他老公是用一块大的布挡着的 没有看到雪 然后呢 童修当时许愿了小房子放生 嗯 在十二月月底之前完成 然后他之后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他的老公对童修说 我的脚得了刘火 这个是地方的俗称 说不能走路了 童修当时就惊醒了 刘火的医学名称是单独 是淋巴系统阻塞后炎症引起的毛病 也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他想知道这个是不是跟他老公 六十一岁 他现在是六十一岁 是不是跟他六十三岁 这个关节提前遇事跟这个有关系呢 应该是的 刘火是什么 刘火是什么症状呢 其实刘火就是一个单独了 一个毒了 身体里面一个毒了 嗯 他他他会让你发烧的 嗯 而且还会 还会让你恶心 嗯 嗯 而且那刘火一般的在在皮肤上 会出现很多的症状 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像这种呢 就是第一个要排火 消火 嗯 所以有的人有流火的话脾气比较大了 还多吃点消炎的东西了 啊 嗯 比方说像流火的话 他有的时候就是单独啊 就是单这人单的单呢 是这种单独 嗯 实际上他就是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联球菌感染的导致的淋巴管炎呀 明白了吗 哦 一般的是在身体的下肢了 嗯 哦 吃点单牛黄啊 啊 穿心帘呢 啊都好了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子贝开始 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师父 就是有个同修他梦见有人梦里跟他说 说你如果是你说他跟别人的沟通不是很好 让他多念一些姐节咒 那就想请问师父 是不是有的人他的沟通能力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也要多念念姐节咒 那当然了 姐节咒我跟你说治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就是不会沟通了呀 脑子坏掉了呀 嗯 听不懂啊 那这种的话 因为他梦里还问就是问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长得像师父 但是一年是师父 但是又长得不是很像 他就梦里问这个人说 那我是否祈求应该是化解冤结和恶缘的呢 他梦里说不是 那想请问师父这样 这样的话应该怎么祈求呢 就是化解就是沟通能力的这方面 就是祈求观世音菩萨让我开智慧啊就可以了嘛 哦 就开智慧就好了 啊 开智慧啊 哦 你不开智慧不行的呀 嗯 哦 好 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谢谢师父 哦 还有一个同修 呃 他的爸爸 他是念经的 已经念经和小房子三年多了 然后呢 他同修梦见父亲 呃 开车去送同修上课 但是路上很堵的 然后同修的父亲很焦虑 然后车子缓缓进入一个公交车站 突然出现一幅画面 上面重复的写着两排某紧癌就是一个X号 呃 什么紧癌 然后第一字第一个字是看不清的 而且还是还是被红圈圈圈出来的 然后还有压脖子的画面闪过 然后同修的父亲曾经喜欢吃压脖子 呃他想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了 那以后以后会生癌症的 嗯 就是脖子这方面 脖子这个地方啊 像脖子这种嘛 就是像脖子这种 脖子这里生癌症就麻烦 是长瘤呀 嗯 长瘤啊 他当时还跟他爸爸说 但是他爸爸也没有太当真 说梦定不可信 他爸爸也是念经的 是啊 这个梦还是真的 一个浴室梦 那肯定浴室梦啊 讲都不要讲 嗯 然后他过两个礼拜 这个同修又做了一个梦 然后梦里有房子的药经者跟同修说 这个药经者 他自己能看见一些东西 他说可以帮同修看 然后他说同修的父亲以后会下地狱 而且是给了一个日期 好像是8月1日 是因为男女之事 然后同修就看到了模糊的影像 父亲本身一直是好好的 突然之间就下去了 同修的父亲一直是独身 呃他想问这两个梦是否都是有联系的 有啊有啊 他的父亲可能以后就是因为邪淫啊 下去 嗯 那像他这种礼佛大概念多少啊师父 还有很多人呢一撞撞死了 就是邪淫过度呀 嗯 你要知道一个人邪淫的时候 边上鬼都看着的 嗯 你以为啊 你以为暗暗的 边上全部鬼看着 鬼看着他就 他有的人就在帮你计算你什么时候走 他就找替死鬼 啊 所以你去看 凡是这种邪淫过度的人都倒霉的呀 嗯 嗯 就他当时瘦可能就都已经折折了 折瘦 有的们还没该走了吗 先提早走 他就帮你折掉就拉走你了呀 哦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师父您之前开始过佛台尾部 不可以直接放在床上 或者是地上裁剪要用桌子 但是一般的布料也要一米五到两米宽 所以一般的桌子太小了 同学想请问师父 如果家中放不下专业的裁剪桌 可以在床上或者地上铺上红布 或者是红色毯子裁剪吗 裁什么呢 裁桌子上的红布 佛台布 佛台布 好像上次有人问过了 不要放在床上 床上不干净 那如果是铺了红布可以吗 铺在红布放地板上也不要放床上 哦 你也放地板上 你都不知道的床上都脏了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一个梦 就是童修他梦见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童修他梦到自己在吃干电池 吃不能吃的东西说明他的肠胃出现问题了 哦 叫他去干电池也是 他实际上干电池是代表什么 代表一种能量呀 哦 你要吃能量就说明你身体不行了呀 你的肠胃 肠胃没有能量了呀 消化 消化到阻塞了呀 有问题的 哦 过去有的人做梦做到 吃那种电线啊 吃那种铁丝啊 一查出来肠胃全部绕圈子 叫肠粘链呀 肠粘链 哦 我叫他们去查的 结果查出来就是肠粘链的 嗯 哦 那这种干电池会不会是什么肠梗 会的 全部绝对会的 叫他肠子出问题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 呃 还有之前师傅您开始过许愿放生十万条鱼 要许一个期限比较好 那童修可否许愿今生今世放完了 你说什么 嗯 就是 许愿十万条鱼 有要有一个期限 那童修可否许愿就是今生今世放完十万条鱼 你说多没出息啊 你自己讲有出息了 哈哈哈 他就想慢慢放 然后慢慢放的话也有不少许 也你既然知道要真心今世就不要讲了 哦 因为 哦 因为你不讲的话 菩萨也不会说你不是今生今世啊 如果你放的早呢 你说今生今世 这就是放的早没早点消夜啊 哦 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谢谢师傅 嗯 还有就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就是如果童修已经许愿不赌博了 但是他跟老板打了个赌 说顾客下午会来退货 输的请客吃素 请问他 他想请问这样算违约吗 输的什么吃素啊 呃 对输的 就是嗯 他说顾客下午会来退货的 他跟老板打了个赌 然后输的请客吃素 是啊 可以啊 呃 这个也不算说赌博什么 打打赌这种 这种小的 不算 哦 好的好的 这是大家的一种啊 比方说 我们说起来的比较敢帮啊 对不对啊 嗯 哦 好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现实中的问题 是不会念经的家人要做改名声文 同修可不可以帮家人把你就是呃 就是声文之前需要念诵的大悲咒心经先念完 然后呢再由家人自己读诵和烧掉声文池 可以的可以的 好的 感恩师傅 此外开始 还有同修问有一位男同修 他哥哥之前生意失败 后来对外都用同修的名字 然后他就发达了 同修想问这是他哥哥用了他的福报吗 肯定的啦 哦 你要想看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 跟你讲 一听就明白 比方说李嘉诚说你可以用我的名字 对不对啊 或者或者一个马云说你可以用我的名字 那你跑出去当然了 人家大老板你用了他名字 当然你就发达了 你要跟你做生意的呀 这还不懂啊 嗯 那他怎么防止 我们怎么防止被别人冒用名字 盗用福报呢 一般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一般的就是根本 根本就是说你不他 你不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怎么会来盗用你的名字啦 嗯 他们好像是一家人 嗯 一家人啊 嗯 你要跟他讲清楚的呀 你们大家不要用我的名字啊 嗯 哦 你用用用什么名字都可以不要用我的名字 你这么一讲嘛 人家就不用了 问题就是你自己微微说说的 对不对啊 他用了你也不敢讲 那么他再用继续用 对对对 啊就这样 有的时候要说的呀 嗯 好的 你不说怎么办了 你告诉我 对对对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上上周不是有一个同修他看图腾嘛 就是他邻居家得精神病的老大爷 经常看到他自己烧小房子 结果同修烧了一千多张 他自己病没好 老大爷却少却好了很多 师父您当时开始是小房子被对方身上的灵性抢走了 同修想问就是小房子上面都有禁证 写了同修的药金者 那就算老大爷的药金者抢到了小房子 就是为什么还可以兑换呢 是不是说和钱一样抢到了就可以马上使用的呀 我问你一句话呀 你在人间 人间有没有抢到了 有 不遵守交通 不遵守纪律 征迹手法的有不了 有 好了 就他抢到了是个通用货币 这样就可以 对了 嗯 他抢到了之后你还没有烧下去了 你刚刚烧下去他拿走 你真正要的人还没拿到呢 不就他呢 哦 那怎么就是他他他他想问被小房子被抢了之后还能和护法菩萨申诉吗 你要申诉的话 可以跟菩萨 你要申诉的话你跟这个鬼结冤了呀 哦 听不懂啊 哦 那那他可以抢 那也不能说再跟护法菩萨申再帮他拿回来这样说也没有用了对吧 你觉得呢 哦 我觉得抢掉了就没了 抢掉了你再去跟护法菩萨申你这个鬼就知道你在护法菩萨这里告他的状 对 你告他的状接下来他就 呵跟你结冤 哦 啊 不懂啊 嗯 懂了 那那下次让他烧之前在烧之前就是念念经之前 先跟护法菩萨讲一下可以吗师父 可以啊 哦 好的感恩师父 还有就是童修他梦到家里供奉的观世音菩萨不在相框里面了 南京菩萨的相片移动到了观世音菩萨的位置前 观世音菩萨的相框里一直都是空的 请师父解冒 一直是空的 嗯 观世音菩萨空的 南京菩萨相框移动到了 移动到了观世音菩萨的位置前面 哦 哦 就叫他平时拜佛的这个秩序不要搞乱就可以了 哦 秩序 好的 就是不是秩序啊 关系的话秩序不要搞乱 哦 秩序 好的好的 秩序秩序 哦 知道了师父 谢谢师父 嗯 嗯 还有就是秩序问到有人说你孩子没有新鞋子了 然后现实中孩子也念功课 以前会和同修一起出去红法度人 最近一段时间他在网上红法没带孩子出去 然后他就梦到你孩子没有新鞋子了有人跟他说 啊 嗯 嗯 就是他现实中他之前他孩子是念功课的也会和同修一起出去红法度人 最近一段时间同修在网上红法度人没有在没有带孩子出去 然后他现在就梦到有人跟他说你孩子没有新鞋子了 啊 那就是啊 那是啊 那我这个这个就是他孩子的功德不够了 嗯 哦 好的感恩师父 就是师父您不是之前在马来西亚开始说莲花掉下来的同修要许一个愿说我从现在开始吃吃长素就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愿力 然后里面有一个三分之一的愿力是一个许一个很大的放生鱼的数量 那么同修想问这个数量很大的放生鱼的数量是指要多少条以上呢 一般的来讲你如果说愿力要大的话至少一千条以上 哦一千条以上 嗯 好的感恩师父 嗯 还有想问一下师父就是嗯就是因为我我住的地方他有那个中央空调 然后他有的时候嗯他晚上的时候他们有人会很晚了就是十二点多他们会烧一些荤的东西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会闻到然后我就起来然后嗯 嗯去通风然后通了很久然后通了很久还是有味道然后我就蒙着被子睡觉了 然后晚上就做梦梦到我就吃错东西我以为是素的但是却这个东西是荤的然后吃下去之后我醒过来就特别想吐然后就是当天吃不下什么东西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碰到这种味道是不是连想或者是都不能想也不能觉得很讨厌 嗯很讨厌是对的可以想因为是婚的人你觉得讨厌的话你就是属于爱真分明呀 嗯就是所以你想过了之后不要挂M就好了嗯 听不懂啊就是闻到那个味道不舒服然后却做了就是不好的梦就吃到了昏的嘛 哦吃到昏那就不行了那就说明你已经挂爱进去了 哦听不懂啊那像这种就是怎么办平常如果碰到这种以后怎么样想才能补挂爱呀 不挂爱啊不挂爱就是说你比如想过了就把它忘记 哦明白了吗好的啊好的师傅谢谢师傅嗯还有就是嗯同修上香的时候香打卷了他马上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某个事情但是刚一求打卷的香灰就掉下来了他想请问是不是说明所求之事还不能成功 不会不会只要打卷的话就有护把菩萨呀 哦也好的啊还有一个梦师傅就是同修去年梦到菩萨吊坠掉在了洗拖把的脏水里然后他念了礼佛也放了有一年了他想请问这个吊坠现在还能带吗 嗯再讲一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在嗯就是他梦到那个吊坠掉到拖把的水里了然后他之后念了礼佛也放了有一年了他想问这个吊坠现在还能带吗 哦不要带了发到拖把里不能用了嗯就是梦里面掉到拖把里面 哦梦里面就赶快念经就可以了念念念二十一遍心经吧嗯 哦也可以带的可以可以 哦好感恩师傅嗯嗯哦还有一个同修他想求菩萨点画他是应该卖掉大房子还是小房子 然后凌晨的时候他梦见自己手上拿着几个硬币有一分两分还有五分 然后在梦中他自己也知道硬币很脏的但还是将手中两个一分的硬币咬碎吃下去了 醒来就觉得很脏很恶心嗯那这个跟他求呃应该卖掉大房子还是小房子有关系吗 当然了哦他他这个人就说明他想卖掉小房子呀嗯哦但是卖掉小房子他心里又不甘呢嗯他想卖掉小的心里还有不甘 那那现在那现在是该卖小的还是大的呀肯定卖小的了哦还是卖小的好好好呃谢谢师傅 会亏本的会亏点本的嗯哦他会亏一点让他做好这个准备好好谢谢师傅 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然后同学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嗯师傅保证身体感恩师傅好好再见 谢谢师傅再见嗯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了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看